Live and what to feel You make it easy to be free 想其實這短短幾年我們一起經歷了很多的事情 我們一起哭過 我們一起笑過 然後我也永遠忘不了 在我人生最失憶的時候你的出現 往後的重要日子我都願意找你第一個 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共同參與 然後留下我們的回憶 我今年已經37歲了 算偏老這樣 然後在現場的所有你的好朋友都非常年輕 給予看起來還好 所以我想說的是 謝謝你們兩位的好個性 很願意接受新朋友 老朋友 然後把大家都在一起 然後對朋友們之間都互敬 互愛 互亮 互助 我也相信你們彼此相處也是這樣 所以你們算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那不好的榜樣就是柯西跟潘潘 好好檢討一下 對 所以在這邊要再念一次 對愛人要互敬 互愛 互亮 互助 那我記得在騎來南華下山的時候 凱西跟凱瑞 該月在吵架 然後那個氣氛相當的詭異 然後敏感雙魚的我呢 只輕輕的碰了凱西的肩膀 問說你怎麼了 凱西就瞬間潰堤了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想說 靠 真的好像驢子喔 對 但是好人員的凱西呢 全部的朋友都馬上陪在凱西的身旁 然後我則是跟著 Gary 然後一起走在前頭 然後陪他聊天 那即使他們在吵架 但是 Gary 知之不罵凱西 甚至開口閉口都是說要更愛凱西 必須更疼凱西 我整個為凱西感到很開心 因為他終於遇到了他這輩子 會認真照顧他一輩子的人 就在前幾天我在檢查 研七號部落的影片的時候 我看到 Gary 唱天使要送給凱西 當時我聽到 Gary 唱的歌只是 飛過人間的無常 才懂得愛是寶藏 不管世界變得怎麼樣 只要有你就會是天堂 我那時候瞬間的就是感動到流下了眼淚 那我知道凱西也知道 Garry 也知道 這一切來得很快 但卻不容易 然後結婚走下去一輩子 就決定是對的 我真的非常開心 他們將用一生一世 彼此牽著彼此的手 一路的走上去 那最後我想對我的這兩位弟妹說 我真的好愛你們 然後你們兩個是天造地舌的一對 然後完美的用了自己的才能 將你們這個一年四季互補著 在夏天我們一起去SUP 在冬天我們一起去登山車 不是啦 登山車是前一任啊 沒有改到 沒有改到 沒有 沒有 滑雪 冬天我們一起去滑雪 對對對 不好意思沒改到 謝謝你們無私的把這個你們的愛分享給大家 我們有感受到非常的強烈 然後謝謝你們讓我正式的進入奧豆圈 讓我感受到凱虛與凱瑞的正能量 很緊張啊 那未來我們一定要繼續戶外下去 好不好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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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